這也很奇怪 因為已經小刀對於這個選舉的盤算 你把郭台銘 如果真的像邱毅講 他只是為了激怒郭台銘 要讓郭台銘出來選 可是郭台銘出來選 大家也都知道 這個斯卡都這個鐵死的 真的賴清德躺著選就好了 所以你怎麼看這個 金小刀真的是這樣的這個盤算 死豬不怕滾水燙 而且郭台銘最新這個臉書的發文 不只是這個郭伴之前講 他說他說他們形容是國民黨的友軍 然後後面還在這個郭台銘還在講說 他這個願意跟國民黨 再怎麼團結一心 是不是真的還不放棄 換口然後回到國民黨 你怎麼看這樣的一個狀況 可是現在金小刀 現在砍過這三刀 真的要殺下去了 而且已經殺下去了 那你覺得後續效果會是什麼 後續的效果 其實金小刀並沒有要 並不完全 我覺得他在做一個賭注 他在賭郭台銘不會獨立參選 你覺得他在賭 他不會獨立參選 他在賭 就戰術上來講 金普通這樣做是對的 因為郭台銘一直在糾纏侯友宜 從五月十七號開始 不斷的在糾纏侯友宜 那侯友宜現在民調上不來 除了自己的條件以外 很重要的一大因素 是因為郭台銘 因為你要知道 你從民調裡面 其實你可以看到一個現象 就藍營的支持者裡面 有一部分 他現在是在觀望 他沒有去支持侯友宜 可是他沒有跑去柯文哲那裡 他在觀望 可是當郭台銘出來的時候 當你在做矽喀都的時候 為什麼郭台銘會有十趴 甚至十趴以上的支持度 那就是因為原本在觀望的藍營的支持者 他跑到郭台銘那邊去 好 那這是矽喀都的情況 那所以呢現在侯友宜的民調低 是因為郭台銘的糾纏 所以金小道的做法就是 我要把這個糾纏 把他斷了 斷捨離 我先把他斷開再說 那至於斷開之後 你要獨立參選 你要跟柯文哲合 那是以後的事情 這個時候先把郭台銘斷開 侯友宜才有恢復元氣的時間 就不會有人再來糾纏你了 國民黨裡面 大概也不會有人有那種想像說 這個侯下鍋上 各種留言大概就差不多結束了 所以為什麼用這一招 因為黃建平講那個話 其實就是在打郭台銘的誠信 就是一種人格謀殺 那如果真的有用的話 郭台銘如果真的被打中了 那郭台銘獨立參選 也就沒有正當性 因為一個沒有誠信 你要選什麼總統 但是郭台銘也不是省油的燈 他這次的政治幕僚有進步 而且他比較聽幕僚的話 終於 對 他這次你看他的聲明稿裡面 其實他從頭到尾沒有罵國民黨 對 他唯一罵的人叫黃建廷 黃建廷沒差 反正已經在他手機黑名單裡面 也沒差了 他沒有罵國民黨 沒有罵朱立倫 沒有批評侯友宜 甚至你覺得郭台銘 不知道這個背後誰在操刀嗎 他他也沒有罵操刀的人 為什麼他仍然保留一絲跟國民黨之間的聯繫 而那個聯繫就是他獨立 他要維持他獨立參選的正當性 所以這邊要打他沒有誠信 但是郭台銘這邊是說 沒有我沒有答應你啊 你不能這樣抹黑我啊 那這變成各說各話 因為我們都不在現場 因為黃建廷司馬昭之心 他就是藍營很氣憤啊 對啊你說話不說話你郭台銘就這樣 你上次也這樣 對那因為我們都沒有在現場 所以到底誰說是真的 說實在我們也無從判斷起 我唯一可以確定是兩個人 有過這一段對話 但是郭台銘有沒有答應 說實在我很難判斷 但是不管怎麼樣 就變成這一波呢 就是攻擊方要打郭台銘的誠信 但是郭台銘的防守變成各說各話 五五波 所以雙方平手第一回合打平 那現在 你再清理郭台銘這個戰場之後 下一步就是清理黨內小雞的戰場 你看你有沒有發現最近小雞變乖了 咕咕叫的很少了 然後乖乖的有些看板也合照也掛上去 除了許小新以外 許小新大概也撐不久了 撐不久嗎 他去幫郭台銘主持三場粉絲見面會 但是他話講得很保守 他說我不是我是主持人 我不是拉拉隊 如果郭台銘說要三選總統 我就跳開喔 我現場馬上走人 對他不走人就變李政浩學妹 就被開除黨籍 就被開除黨籍了 所以 接下來步就要整理要清理這些小雞的戰 其實清理小雞很容易 嗯 以許小新來講 我跟建博總講過嘛 你就告訴打個電話給許小新說 那個 我們考慮齁 是不是提名廢洪泰比較好 那許小新出選白忙一場 因為你的選區有廢洪泰啊 你們發現羅志強最近很乖嗎 因為後面有鍾佩君啊 對不對 我怕你嗎 對國民黨來講 大安區提名羅志強跟鍾佩君 松山新提名許小新廢洪泰 你覺得勝算會有差嗎 差別真的沒有很大啊 對 所以對要找這些小雞 因為你要知道絕大多數的立委選區 還是一對一哦 他沒有上卡都 所以難怪許小新說我不想幫 但是我知道後果會有點可怕 你知道就好嗎 你知道就乖一點 對 反正你知道你的金老師會怎麼對付你 那至於這個內內情不足為外人 到你們自己心裡有數就好 所以下一第二步清理小雞 第三步 就是要把侯友宜用各種空戰議題的方式 把侯友宜的民調往上拉 拉到接近柯文哲 甚至超過柯文哲 變成第二名 好這大概金普聰定的戰術 大概這樣 所以下一步 我認為大概就是會對柯文哲下手 哦 因為柯文哲當了八年的台北市長 現在台北市長就講完 你覺得八年的台北市長 我要找空找胖 我真的找不到嗎 而且金普聰最擅長打這種選舉 所以 所以這大概是我我我研判金普聰的三部曲 所以第一步先清理國台銘嘛 嗯 可是這裡面會有一個風險 好 呃 細卡都的情況 其實柯文哲受傷最重 好 那對侯友宜來講 不僅搞不好不會受傷 搞不好有些藍軍選票會歸隊 因為有些人就是他只支持國民黨 那少掉郭台銘這個想像之後 我就回到侯友宜那邊 這是有可能性 第二種可能性就是 你把柯文哲打下來之後 你會讓柯文哲起心動念跟郭台銘合作 變成郭柯配 你現在叫柯叫他當副手 他絕對不可能 但是當他民調被侯友宜追上 甚至被打下來之後 他會不會起心動力去跟郭台銘打檔 這不是沒有可能 因為郭台銘至少有錢 柯文哲你演唱會一張門票賣八千八 也不過才賣三百多張 而且沒賣完 而且沒賣完 還要找人去造勢假裝賣完 其實真的沒有賣完 到今天中午都還有人可以買到 對不對 昨天一堆媒體說什麼四分鐘之內秒殺 今天中午還有人可以買到 所以募款是很辛苦的 真的 你不要以為募到一億很多 選總統一億打個噴嚏就沒有了 到時候不是怕到不敢接電話 搞不好自己打去了 對 所以有可能會促成郭柯配 那就變成標準的殺卡都 可是這個時間點在什麼時候 因為中選會的連署的截止時間 就擺在那裡 就是九月中 所以九月中之前郭台銘必須要做個決定 你要跟柯文哲合作 變成一組 還是說你要獨立參選 過了九月就沒有了 你想獨立參選的機會就沒有了 到時候就變成是柯文哲給你臉色看喔 因為你要選你要看我啊 欸對不對 所以到郭台銘到九月之前 應該會有很多動作 他就希望把他民調衝上來 衝上來最好能夠超過柯文哲 他倒是拿著民調去跟柯文哲講 欸我民調高你民調低 我們來合作一下 然後我來併購你 所以這個大概就是他的盤算 那所以柯文哲現在呢 他我覺得他講那個話什麼 不敢接電話有點在吃郭台銘的豆腐 意思就是說 我不曉得該怎麼拒絕他 可是呢 就像一個一個人他很喜歡另外一個人 但是當對方不喜歡他的時候 他說我只好不接他電話就有點在吃郭台銘的豆腐 而且還包他的料欸 二零二零年他拿不分區名單來給我兜售欸 結果賣不完拿去清明黨再賣 我覺得柯文哲講的就不厚道 這段過程大家都知道 但是你用兜售這兩個字 請問郭台銘收你多少錢 沒有嘛 是啊 當時二零二零的情況是 郭台銘有認為他自己認為 比如說以高宏安跟劉宥彤這兩個人 他覺得這兩個人選人才都不錯 可以當不分區立委 但是因為民眾黨沒辦法消化這麼多 所以就是劉宥彤是擺在親民黨 然後呢 這個高宏安是擺在民眾黨 用兜售這兩個字 我覺得就羞辱了難聽了 不過柯文哲就是嘴叉叉嘛 我覺得就難聽了 沒有必要講到這麼難聽 就人家給你建議嘛 你講難聽的柯文哲 你當年你的你的不分區 你真的你覺得你名單提的滿嗎 對不對 所以用兜售就沒什麼意思 然後也暗示說 這個郭台銘不肯當行政院長 他體力不夠好嗎 郭台銘會想當行政院長 你覺得 你覺得郭台銘會想行 所以後面這個什麼兜售 什麼年紀小一點 這個都是在吃郭台銘豆腐 但是我覺得柯文哲 你可以繼續去平嘴沒有關係 因為我看你這輩子也改不了